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业发展速度非常快 所以人类到达了一个供过于求的这种社会情况 一旦发生供过于求 工业它的产品就因为竞争而价格一直降低 所以工业就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 那就是竞争的结果让大家的利润越来越微薄 那么其结果工业是一个大量生产的模式 越大量生产的它的成本越低竞争力越高 那么结果不到60年的时间 一般工业产品在民间所使用的这些消费品 工业制造的就出现了一个状况 那就是这些工厂大者很大小者很小 那么它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竞争局面 如果规模不够大它没有竞争的能力 尤其在1985年以后韩国 中国 香港 甚至于泰国这些国家不断的发展 那么因此工业面临了一个危机 那么工业设计师有没有办法往回退回去做工艺呢 严格说起来又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早在1850年开始起工业出现的时候 就把更早期的那些工匠的工作的权利都剥夺光了 所以说实在这些工匠真的很讨厌工业 那么今天工业发展到今天 想要退回工艺去 我们就会发现工匠对我们不理不睬 那么我举个例来讲 我们今天坐的椅子是塑胶的 是铁的 这是工业的专长 可是当我们想要退回去做一张木头椅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工匠对我们态度是非常恶劣的 他会告诉我们说 我们从来不用钉子 我们要做一个手拉胚 他们会觉得说 你看你们连上右都不会 因此近代的工业 说实在走到这个局面 想要退回工艺有点困难 那么这也一直是我在产业界发展30年 所面临的一个危机 因为当我们的资本条件都还不够的时候 在社会上真的工业竞争越来越大 不过却很特殊的 在2000年左右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一个客户介绍我看一个产品 结果我本来是想说 这个产品已经是非常落伍的了 不过仔细一想 他都具有第六波工艺产品的一个特色 那就是他的造价还有他的投资很低 那他刚好符合了我最大的弱点 这两项方面是比较弱的 所以因此我就开始跟他合作 并且因此到中国去开设工厂 那么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中国的北京奥运的时候 在中国销售的一个纪念盘 那它上面是石头的马赛克 上面有熊猫 那这石头当然经过特别处理 颜色比较特别一点 这是在中国工厂生产的 但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也在台南 也有台南的八景 各位看到这个是安平古堡 它全部都是马赛克 一块一块的 这个小小的盘子里面 它分成了两百多片 最高的有三百多片 那么连它的台座 它也是看起来像石头一样 但实际上这些作品 它并不是真正的石头 如果是真正的石头 在意大利的单价 大概是两千美金 但是我们用的 却是一种半工业化的做法 来生产它 所以它的单价在美国市场上 只有二十块美金 价格相当低廉 那么连客户都觉得很惊讶 怎么可能把石头的单价做到这么低 而且它的拼快非常清楚 因为其实它是塑胶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它的原始 它的薄片 大概只有两米米半到三米米 但是它却是软直的 那么这一组是福禄受洗 是替北港天后工作的 那么它是做那个拜拜用的饼 放饼的盒子 那么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因为工业竞争很大 所以台湾工业也遇到这样的竞争 但是近年来整个工业设计体系 已经也逐渐发现说 不见得一定要完全走向工业 所以台湾的产业界开始 有一个思考模式 就是我们要走向文创 那么这将近二十年来 台湾的工业设计 一直往文创方面发展 但是就是我说的它有一个困境 要走工业 投资太大 而且工业是大量量产的 无法做到所谓的限量 或者是少量化的生产 但是如果要退回工业 我们又很显然 我们的所有基础 输给这些在工业家手下 当师傅的 或者是工业系毕业的 我们都很弱 但是这个刚好折中 那么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我们上次所做的盒子 或许这种一种塑胶盒子 我们在一般的杂货店里面看到 可能或许你觉得说 20块钱我都觉得它太贵 可是当它上面 有一个马赛克的花朵 或者是它有一个故宫的这个样子 或者是一个安平见识的 这种马赛克在上面的话 这时候它的价格是瞬间提高到 以倍来计算 数倍数十倍来计算 那么它就刚好配合了 我所提供的这个技术 那么当然 那这个不是唯一的技术 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只要工艺和工业之间的中间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我们上次所做的Poly Poly和沙子混合 经过染色 然后能够用人工去填造的 这个方法做出来像真的石头一样 而且它的花样更为细致 那因此啊 这造成了一个 既借在工艺和工业之间的 因此我们这个盒子啊 我倒不是希望同学们 都完全把它当成工业看法 如果真的 我们必须要走进文创的体系的时候 这个技巧的话 就可以提供给各位 那么 各位 我在这方面呢 我们会开一副模具 这副模具教各位怎么填色 最后呢 我还会提供给同学们一个十二星座的 这个十二星座的 这一个小小的立体的mark 到时候把它贴在中间 把它贴在中间 这样子以来的话 它看起来 就是一个比较有质感的 一个好像文创性的作品 而且中间是可以换的 我们可以更换 就是说 同样一个投资上去的 这个工业化的盒子 它可以变成十二种不同的星座 那么当然 也可以再去做各种不同的 这个其他的风格的东西 把它贴上去 这样子就可以大量的提高 这个工艺品 这种类似工艺品的这种产能 而不必花太多的投资 但是又不必完全 像1985年一样 什么事情都得要靠人工 经过长期的训练 然后才勉强训练出一个工匠来 那这是一种介于中间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会把这个部分教各位 另外呢 各位如果记得的话 我们在这个课程中 我们曾经做过一只动物 对不对 这只动物啊 也可以像我们以前一样 用灌注的 灌注出一只动物来 到时候就把它贴在上面 那么不管你要把它做什么 各位看到 这样的话 只要贴上去它就立体的 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灌注技术 那么它反而啊 比我们现在目前市场上 工业用的塑胶射出技术等等的啊 它不但成本要更低 而且啊 还更多样化 那么以这幅的模具而言啊 它单价大致上来讲啊 大概只有一两百块钱 那它反而可以让设计师啊 更为有效的发挥自己啊 在学校训练的 在曲面啊 等等方面的练习 然后所得到的一个作品 然后把它量产化 虽然呢 我们没有走工业 但是啊 这个方法却可以啊 让我们产品啊 少量生产能文化 能够切近于文化的作业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啊 要把它做一副模具 来制造这个马赛克 那么如果各位同学所做的 这个动物是这个漂亮的 觉得可以 那么我们来翻照上次 我们翻制细胶模的方法 翻完以后把它贴上去 或许啊 或许啊 同学们可以做十二生相 把它都把它做起来 做成一组的盒子啊 好 那么这个部分呢 是属于一种类工艺的模式 好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下一次 才会把模具带过来 因为它牵涉到这个翻制的部分 比较麻烦 所以要在下一次的时候 再一起运作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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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